排卵期主要是致女性的卵子排出时间段,此时进行性生活,可以提高怀孕的几率。 当处于排卵期时女性会有一定的症状,那就跟着来了解一下吧。 排卵期身体会有哪些症状? 一、体温发生变化。 处于排卵期时女性身体由于受到了黄体素蜂蜜,所以在排卵后体温会略微升高。 如果女性坚持在早晨测量基础体温的话,那么就可以根据体温由低到高的变化,来寻找自己的排卵时期。 而性欲的高涨,一般来说女性处于排卵期时,性欲就会非常的旺盛。 另外蜡肠不仅具有排卵功能,同时也掌控着内分泌激素分泌,所以在排卵前升起的雌激素分泌量就会有波动,从而会引起少量的子宫出血。 三、抵抗力下降。 女性处于排卵期时应到黏液,会变得非常的稀薄。 这主要是为了能够让精子快速的通过子宫颈,从而提高了受孕的能力,同时女性的鼻腔黏膜也会相应的减少。 这就会增加了细菌侵入身体的几率。 为什么经常在排卵期同房还是不怀孕? 一、卵巢发育不良。 虽然有一部分女性会有排卵但是因为卵巢发育不全,从而导致了黄体功能分泌不健全,影响了卵巢的排出。 最终会引起女性不孕。 二、子宫宫颈的因素。 当女性宫颈发育异常,患上了慢性的宫颈炎症、子宫内抹意味症、子宫发育不良等,都会导致女性不孕,一定要及时去做检查。 三、生殖器发育畸形。 若是女性的阴导狭窄,阴导畸形等,都会阻碍乱子和精子的结合,最终不能形成受精卵,导致女性不孕。 四、熟卵管因素。 熟卵管主要是运输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通道。 一旦熟卵管出现了积水、堵塞或者沾连都会导致女性不孕,此时要去做造影检查来诊断。 温馨提示,女性在排卵期抵抗力会下降,容易导致细菌的感染。 所以在排卵期一定要保护好身体的健康,适当的锻炼身体。 注意个人卫生,适当的摄入营养。 排卵期间不能做剧烈的运动,不能吃辛辣刺激性药物,不能乱使用药物。 打算被孕的女性前三个月要补充叶酸,这样可以防止胎儿出现裂醇或者畸形。 另外怀孕期间要保持了关心态,不能有太大的心理负担。 注意饮食卫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